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撰寫程式 那我們現在 要來看一下這個 課程管理這個頁面 那課程管理這個頁面我們到時候預設 會 讓他顯示一些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時候我們會讓頁面 會有一個是 DIV的頁簽 DIV裡面會給他一個ID ID比如說叫APP 那這裡 這個DIV裡面會包著一個預設 這裡是 顯示 資訊 然後底下會做一個按鈕 按鈕 按鈕一樣會給他一個ID方便我們用 JQuery去抓取 按鈕名稱 假設 群叫 Get from Google 那 紙品 一個叫做 OK 我們大概會 每個這個東西 要把它扣過來 為什麼要用這個 扣來寫呢 因為在 如果你直接是用這個打的話 有些地方不是很好打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 先在別的地方打 那這個顯示出來的話 狀況會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他這裡就會有一個這個是DIV包起來的就是這一個 那底下會有一個按鈕同時是馬座之類的這個 好了到時候我們這個馬按下去之後 打算是從 我們 課程管理這邊 我們這邊做一個 Function 那這個會轉回一個值 好這是從 赤士馬訪回的資料 就是說呢 我等一下看到你寫錯了 第十一 好所以我們會 按了這個按鈕 之後 我們希望從這個 課程管理這邊 會有一個資料 好這是所謂的 這種 解釋印 HTML 如何跟這個 解釋 GS的 檔案去做資料的 這種流動 好那我們這邊會用到 JQuery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來看一下 JQuery JQuery 他的 在部署的 CDN CDN 他 CPM是這 這一串 我們把它 複製起來 貼上去 這裡 可以用 那這一份表示說我要引用 的來源 一個 JQuery的 版本是 3.2.1 那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這個是不是 OK JQuery 我們來寫一下 Script ShowerScript的 檔案 那一樣 因為在Google的這個 編輯頁面 都不會有顯示 一些提示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 我這裡會使用 Nutual Studio Code的 編輯器來做編輯 所以我們把它拿來這邊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把它扣過去 那 這邊會引入一個這個Script 那這樣的話 我們會在這邊寫 JavaScript的程式 那這隊的使用方法是 利用前置號來做載入 那JavaScript的話 分號表示結束 那這裡面在一個 Function 我們這邊來做測試 使用這種編輯器的好處就是它會有提示 那如果你是使用Google的這種編輯器的話 不會有提示 比較容易打錯字 所以我們使用這種編輯器 那我們來輸出一個 OK OK 那表示說 如果 我們做一下記號 那習慣會去 他的前後都做一下記號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很多這種 大括號和 大括號和括號包起來的東西 那到最後有時候會會混亂掉 所以我們都 我習慣做一下記號這樣比較清楚 所以待會就是上方的地方就是 那個HTML的那個HTML的碼的地方 那底下就是會有 JavaScript碼的地方 那 我們這樣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串也估辭過去 好 所以這個如果說 這個如果說 變成紅色 表示有哪裡有問題 看一下 看一下 我 看一下 好,我少用一个东西,等下,这里少一个Squid,很少不知道,这里记得呼启一下。 那这里我暂时不使用这种VTUO Code的方式,只是跟大家讲说,这里可以使用这样方式,因为我直接在这边写的话,解释会比较清楚,好,那我就是输出一个OK,如果说这里,这Equery有载入成功的话,它就会弹出一个OK,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把它关掉,然后课程关,好,那它果然弹出一个OK, 表示它又载入成功,好,接着我们就要去抓资料,好,那我们现在写的动作就是说,当我们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它要去抓资料,所以我们现在要点,做一个按钮的动作。 好,这也是Zquery的语法,所以如果Zquery不清楚的话,那可能要自己去学习一下,它其实就是利用这种前字号,然后这个警表示它是抓ID,那ID是哪个ID,是这一个。 那这个抓出来就是这个按钮的物件,所以这整个就是表示它抓到这个button的物件。 那做一个clink的动作的时候,里面就要写说它点了之后它要做什么事情。 点了它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先测试一下这点了之后是不是OK啦。 那我们学习它,我们来讲说点了之后它就先把它变隐藏。 那List的话是代表这个物件的很深啦。 我们点了之后把它变成不可点取状态。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样怎么比较坚确。 点了之后它就变灰色,就不能点了。 我们先做这个,那表示成功,点了之后的是成功的。 所以这个是表示。 点完按钮后。 点像锁定就不给人家点了。 就是取消它的作用。 那因为我们待会儿会去做点完之后去抓资料。 抓管理,课程管理这边的资料。 那我们就是打算说,点了之后先锁起来。 然后待会儿的时候,抓完之后再解开。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去用到Google它本身提供的一个写法。 叫做Google。 我们来看一下Kristal里面有一个。 Google script.run 这就是Google的script,然后执行了。run,然后run什么呢? 还有几个东西。 那我也懒得把它打起来。 所以我们直接勾过来。 一个叫做这个。 We success handle。 那这里面它会带一个就是。 执行成功。 要做的事。 待会儿我们再写了。 只是先把它加过,整个加过弄起来。 那会有跑另外一个就要做一次。 Fallure tender。 那这是失败执行。 失败要做的事。 好。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 这个。 User object list。 就是把这个按钮先传给它。 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做解锁动作。 所以要先传给它。 那等它跟这边沟通完之后。 推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解锁动作。 所以待会儿这个我们会稍微再讲一下。 那再来是要做执行的方法。 执行方法就是这个。 我们要执行这个Get Data的方法。 好。 那这样就是整个会跑完了。 所以我们点完按钮之后会锁定。 锁定完之后它就会去搞这个Get Data的方法。 那跑完之后呢。 成功。 好。 我们先来写一下。 成功的事情。 一样这里面做一个方寻。 那方寻的成功会传回一个叫做结果日子。 那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取名字。 没关系。 应该这个是有它的顺序。 所以应该是可以自己取名字。 像它这里显示的时候。 你看它成功。 它是传回这个。 那后面是一个元件。 元件就是说你有带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这边才会传回这个元件。 应该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结果。 我们就把它成功的话。 结果就要塞到这里面。 所以一样里面我们做一下。 一些东西。 先取得DIV的那个元件。 那名称叫APP。 那这个Test方法也是Dequery的方法。 然后把那个RELAB。 结果。 结果给塞进来。 而且呢塞进来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 ELEMENT。 它的。 这个。 这个。 Is Apple属性把它打开。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成功的话。 就去。 把结果。 这个结果是哪里。 结果就是这里。 这里面的内容塞进来。 所以把它取代掉。 而且呢。 会把这个按钮。 从锁定的状态。 变成解锁。 这里会。 这个就是把它解锁。 这样。 那这个过程会很短。 那失败的话呢。 我们也是。 失败的话。 也是要做一些事情。 失败的话呢。 里面就有一个Function。 那Function会有Message。 这个。 失败的讯息。 那。 这个。 边界也是会跑出来。 然后ELEMENT也是会跑出来。 那底下我们直接先。 先。 如果讯息跑出来的话。 我们直接用。 错误。 我们一样。 写在那个里面。 但是呢。 里面我们。 结果我们要给它。 写是说。 错误。 然后是错误的内容是怎样子。 那一样。 底下要解锁。 解锁才可以。 再继续做啊。 好。 那我们写好之后。 我们来测试看看。 好。 一开始这里是显示讯息。 那我们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去。 呃。 课程管理的Data。 这边抓资料。 那抓完之后会显示在这边。 然后。 在抓当中。 这个按下去会变灰色。 所以各位可能要看一下。 啊。 变完灰色之后。 丢回来的。 这是从程式码发来资料。 之后这边又恢复解锁的状态。 那这个是去抓资料的方式。 那标函你要去。 呃。 从一开始就载入资料都可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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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